原创家人吃饭没胃口 一根苦瓜加三个鸡蛋做出来太香了 美味十足 大家好 我是小丽 我们都知道苦瓜炒鸡蛋是一道 既普遍又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家 长美味 其中苦瓜具有养颜嫩肤 滋甘明目的功效 鸡蛋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极有高生物价值的蛋白质 示范桌上经常都出现的一道家常菜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 关于苦瓜炒鸡蛋的四川家常做法 操作简单易上手 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的吧 第一把苦瓜洗净切片 第二打三个鸡蛋在小碗里搅拌均匀 第三炒锅里放入油 等油升温倒入鸡蛋液 迅速翻炒鸡蛋制服 第四再放入苦瓜 大火翻炒 加适量盐味精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一道鲜香美味的苦瓜炒鸡蛋 就好拉你 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的观看 原创不易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四川家常美食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小利欧 期待您的评论 摸摸哒